为了让医院患者跟制造中心的长辈 也能感受到母亲节的温馨氛围 台中医院新手中校国校长笛乐团 共同举办谢亲恩音乐会 这天在医院大厅演奏温暖的乐音 同时邀请到制造中心的妈妈来走秀 希望可以让长辈们留下一个温馨回忆 也有一个愉快的母亲节 日照中心的妈妈们打起非洲骨一点也不马虎 为让医院患者和日照中心的长辈感受母亲节温馨氛围 台中医院举办谢亲恩音乐会让大家一快同乐 也缓和不少医院的冰冷气氛 医院一直都是冷冰冰的一个地方 那都是生理死别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在医院的管理上呢 我们就希望说我们可以做到服务更便捷 服务更温馨 让每一个人在医院能够暂时 解决他们的病痛之外 可以让他们心理还有心灵上都获得一定程度的一个满足 银法妈妈们在家人带领下 换上喜欢的服装开心走秀 医院也颁发奖项鼓励他们多与人互动 希望他们平安健康 因为他平常就比较少出门 今天刚好有这个活动 就带他来参加 稍微把他打扮一下这样 中校国小长笛乐团演奏优美乐音 音乐饗宴抚慰了患者心灵 五月不只是庆祝国际护理师节 也是闪耀母爱光辉的月份 希望透过分享让大家都能感受人间温暖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道